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万众期待的漫威超级英雄大片 两大最强法师互相斗法 把整个多元宇宙搞得极犬不宁的 美国奇幻冒险电影 奇异博士2 疯狂的多元宇宙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江念阳 在蜘蛛侠英雄无归中 我们了解了多元宇宙的概念 多元宇宙指的就是不同维度的现实 每个现实都有着不同的规律 镜头来到一个梦幻般的混沌世界 这里的一切事物都土崩瓦解 漂浮在空中 此时有两个身影正在混沌中奋力前行 一位是漫威最强法师之一 奇异博士斯特兰奇 不过从服装和发型上可以看出 他并不是我们熟悉的奇异博士 而是来自其他多元宇宙的捍卫者奇异博士 另一位则是漫威电影宇宙的新英雄美国小姐 她的超能力是可以穿梭多元宇宙 两人身后有一只巨大的怪物紧追不舍 目的是想吸取美国小姐的超能力 怪物势不可挡 所有攻击都对她无效 而消灭怪物的唯一途径 就是获取不远处的伪山地之书 可大怪物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捍卫奇异立即施法将怪物暂时困住 然而现在去拿书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为了多元宇宙的宏大计算不被破坏 捍卫奇异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那就是吸走美国小姐的力量 不让怪物得逞 但这样做的代价是美国小姐会失去生命 谁料刚开始吸 挣脱束缚的怪物就突然袭击 瞬间把捍卫奇异打成了重伤 随后美国小姐也被怪物一把抓住 感受到危险的她瞬间爆发了强大的超能力 打开了一条连接其他宇宙的转送门 这时镜头来到了漫威616号主宇宙 也就是复仇者联盟起心心力打败灭霸的宇宙 原来刚刚一幕是斯特兰奇做的一场噩梦 看来上次败小蜘蛛所赐而引发的多元宇宙危机 给斯特兰奇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下一秒镜头给到了一块表蒙破碎的手表上 可能很多人已经把它忘了 在奇异博士1中 斯特兰奇出车祸之前佩戴的正是这块手表 后来他孤身前往卡玛泰基寻求治愈双手的法门时 遭到地痞流氓抢劫 但他宁可获出性命也不愿意交出这块手表 即便表蒙早已碎裂 他也依然珍藏在身边 可见这块手表对斯特兰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随后斯特兰奇用魔法穿上了一身帅气的西装 应邀来到教堂参加一场婚礼 教堂内坐满了人 其中一名男子在说明事件中失去了最重要的家人 他忍不住过来质问斯特兰奇 难道当时就没有别的办法拯救世界了吗 斯特兰奇摇了摇头 作为一名法师 他必须顾全大局 为了避开一千多万种失败的结果 他不得不允许一些坏事发生 就比如钢铁侠和黑寡妇的死 这时教堂内想起了婚礼进行举 所有人站起身 注视着漂亮的新娘克里斯汀走了进来 没错他就是第一部中斯特兰奇的女朋友 不过这场婚礼的新郎官并不是斯特兰奇 而是一名普通人 并且还是奇异博士的粉丝 要怪只能怪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他面前 他却没有珍惜 现在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与别人共舞 然后送上一句祝你幸福 心中别提有多难受了 然而婚礼刚进行到一半 街上突然传来异响 意识到有坏事发生的斯特兰奇 立马召唤出悬浮斗篷 并换上法袍前去查看 街上的汽车莫名其妙被震飞 貌似有一只无形的怪物在破坏着一切 斯特兰奇大手一挥 成功让怪物显现出了原形 原来是一只巨大的独眼触手怪在捣鬼 其目标是躲在公交车上的一名少女 斯特兰奇赶紧出手将少女救下 一眼就认出 这名少女自己在梦里见过 来不及询问情况 斯特兰奇迅速施展强大魔法对付出手怪 不多时 至尊法师老王也前来助阵 一场惊险刺激的打怪就此上演 最终斯特兰奇召唤出一双大手 拔起路灯直插出手怪的要害 这才解决了战斗 激战过后 斯特兰奇心中不禁产生了许多疑惑 不明白眼前这个火生生的少女 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梦里 而且就连脸上的伤疤 身上的衣服都一模一样 随后少女一边大口吃披萨 一边向斯特兰奇和老王介绍了 自己名叫阿美利卡 拥有可以在多元宇宙间穿梭的超能力 之所以会出现在斯特兰奇的梦里 是因为那并不是梦 而是另一个宇宙真实发生的事情 那些大怪物想要夺走她的超能力 所以才会不停的追杀她 斯特兰奇表示 自己对多元宇宙也略懂 毕竟前一阵才刚解决了一次多元宇宙危机 但她还是对阿美利卡的一番话抱有怀疑 于是阿美利卡便带着两人 找到了同自己一起穿越过来的捍卫起义 此时的捍卫起义由于伤势过重已经死掉了 斯特兰奇看着躺在地上的另一个自己 终于明白了 原来梦境就是窥探多元宇宙自我的窗口 梦里发生的事 在另一个宇宙很可能真实发生过 随后她便施法将捍卫起义埋葬了 这时老王突然想起 他们刚刚击杀的那只触手怪身上 刻着很多奇怪的符文 这些符文并不是魔法 而是巫术 显然这件事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老王打算把阿美利卡带回法师大阪营 卡马太极保护起来 而斯特兰奇决定去找地球上 巫术最强的人求助 恰巧这人跟他一起打过灭霸 正是飞红女巫旺达 此时旺达正与两名可爱的儿子 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但下一秒旺达突然梦醒 原来他根本没有儿子 而且也并不幸福 他独自居住在一片世外桃源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这里承接自漫威网剧《望达与幻视》 为了照顾一下没看过这部网剧的小伙伴 王帝在这里简单补充一下剧情 由于在终局之战中 望达失去了至爱幻视 因此思念王夫的他一度情绪失控 利用强大的混沌魔法改写了现实 将整个西景镇玩弄于鼓掌之间 甚至还打造了幻视和两个儿子 不过他用魔法变出来的家人 全都是虚假的 一旦离开西景镇就会消失 女巫阿加莎窥视望达的混沌魔法 偷偷混入西景镇 企图将混沌魔法夺走 然而他低估了望达的实力 结果玩火自焚 不但被望达封印 他的《黑暗神书》也被望达夺走 后来意识到自己错误的望达 解除了西景镇的控制 幻视和两个儿子也相继消失 而望达则隐居在了这片世外桃源 开始研究《黑暗神书》中的魔法 回到电影 斯特兰奇很快便来到了望达的隐居地 并和他说明了来意 希望望达能前去马卡太基住镇 然而奇怪的是 两人谈话期间 斯特兰奇从始至终都没有提过 阿美利卡的名字 可望达却冒出了这样一句话 问题就在于 望达为什么会知道阿美利卡的名字呢 显然 望达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而刚刚他不小心把自己的秘密说漏了 斯特兰奇立马意识到了不对 望达见此情景 索性不装了 他大手一挥 世外桃源瞬间变成了一片毫无生机的飞红之地 而望达也化身飞红女巫 他面前正漂浮着敞开的《黑暗神书》 原来 望达早就在《黑暗神书》中了解到了多元宇宙 并且发现其他宇宙中两个儿子并没有消失 于是 为了去其他宇宙与儿子团聚 望达便盯上了阿美利卡的超能力 他先后召唤出了两只怪物去追杀阿美利卡 虽然都没成功 不过现在他已经知道了 阿美利卡就躲在卡玛太极 当即威胁斯特兰奇 今天日落之前 必须交出阿美利卡 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 他就亲自去卡玛太极抢人 镜头来到卡玛太极 斯特兰奇将此事禀报给老王后 身为至尊法师的老王 瞬间面色凝重 他深知 如果飞红女巫获得了能穿越多元宇宙的能力 结果只有两个 要么整个宇宙被他统治 要么整个宇宙被他摧毁 一旁的阿美利卡开始吐槽斯特兰奇的不靠谱 跑了一趟 不但没搬到救兵 反而还把他的藏身位置暴露给了他最危险的敌人 虽然老王和斯特兰奇都不希望 卡玛太极这方修行者的清净地沦为战场 但事到临头 为了保护阿美利卡 他们也只好组织众弟子全副武装结阵防御 随着日落的到来 卡玛太极很快被一团黑云笼罩 黑云散去时 飞红女巫旺达出现在了卡玛太极上空 斯特兰奇飞过去试图与他谈判 然而旺达态度蛮横 一言不合直接发起进攻 不过卡玛太极众弟子们 起心协力组成的防护罩十分坚硬 无论怎样攻击都无法将其打破 旺达一来气决定使阴招 他选中阵法中一个看上去 一直不太坚定的小伙子 然后用念力在他耳边轻声细语道 快跑 小伙听后仿佛着陋魔一般 转身就跑掉了 防护罩也因此出现了缺口 旺达抓住机会发出一击重击 彻底将防护罩击溃 失去防护的卡玛太极瞬间陷入被动 老王赶忙下令火力全开 然而 大炮和弓箭根本伤不到旺达 反而在旺达的狂轰烂炸下 卡玛太极死伤惨重 很快 卡玛太极就完全失手 变得一片狼藉 躲在屋内的阿美利卡慌的一批 斯特兰奇作为最后一道防线 直接放出大招 把旺达困在了镜向维度 斯特兰奇明白 镜向维度只能暂时拖住旺达 他本想画个传送门 从阿美利卡离开 然而 玄界在旺达的强大法力镇压下 直接消失了 虽然他们都是高级法师 但没了玄界 就无法打开传送门逃走 并且 旺达很快就在镜向维度中找到了缝隙 他利用镜向反射 将屋内的高级法师 一个接一个的拖入镜向维度杀死 斯特兰奇等人见状 赶忙将周围一切能反光的表面全部遮住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旺达扭曲着身子 强行从镜向维度里爬了出来 那架势简直和真子姐姐如出一辙 斯特兰奇一行人被逼得退无可退 只好再次试图和旺达讲理 说旺达的两个孩子 都是用魔法制造出来的虚构产物 没必要为此穿越宇宙 然而旺达根本不听 回怼道 哪个孩子不是当妈的用魔法制造出来的 斯特兰奇竟一时无言以对 看来 这次是注定要和昔日的战友撕破脸皮了 他立马召唤出几只双头蛇攻击旺达 结果双头蛇被旺达强大的气场瞬间弹开 接着他一回手 老汪和斯特兰奇直接被甩飞 随后旺达便施展西星大法 开始吸取阿美利卡的超能力 感受到危险的阿美利卡再次爆发 在身后打开了一道多元宇宙传送门 奇异博士见状 立马飞不过去 帮阿美利卡挣脱了控制 但他和阿美利卡也因此被传送门吸走 进入了其他宇宙 这段可以说是本片最有意思的地方 我们把画面暂停 看看奇异博士和美国小姐 到底都穿越了哪些宇宙 首先是那几个眼睛亮着光的巨大雕像 这显然是来自漫画的生命法庭宇宙 估计是为以后让生命法庭的出现埋下伏笔 来证实漫威宇宙中至高神的存在 然后是蜂巢宇宙 这是一个全体通黄的宇宙 可以看到有巨型蜜蜂从中飞过 十分有趣 还有九头蛇宇宙 可以看到天上的飞艇 验着一个大大的九头蛇标志 显然这是一个被九头蛇统治的黑暗世界 接着是海底宇宙 一个慢镜头让两人进入海底世界 这是一个满是海水的宇宙 周遭的鱼群也被奇异博士和美国小姐的出现惊吓到 下一个是镜像宇宙和科技宇宙 从海底宇宙出来后 两人先是撞上镜像宇宙 然后摔进一个全是科技管道的宇宙中 周围还出现了蜘蛛侠英雄远征里的无人机 再然后是蛮荒宇宙 这个宇宙与众不同 里面还存活着侏罗纪时期的恐龙 之后是卡通宇宙 这个宇宙与前一阵播出的漫威动画 假如非常相似 不仅人物变成卡通风格 连BGM都变成了浓浓的迪士尼风味 属实是漫威给迪士尼老爹拜年了 然后两人还穿越了末日宇宙 方块宇宙 以及油漆宇宙 最后终于在花团紧簇 绿红颠倒的838号宇宙着陆 斯特兰奇本想让阿美利卡再打开一道传送门 好让他俩回到626号宇宙中 但尴尬的是 阿美利卡并不能自如的控制超能力 只有在深陷危险时 才能勉强打开传送门 而且不知道会传送到哪里 另外 在庞大的多元宇宙中 阿美利卡仿佛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他从来不会做梦 也没有从其他宇宙中见过另一个自己 这代表 全宇宙只存在一个阿美利卡 于是 斯特兰奇异合计 反正回去了也打不过旺达 不如去找这个宇宙的奇异博士寻求帮助 途中 两人见识了838号宇宙的科技水平 其中有一家店铺 专门贩卖人们心中最重要的记忆 斯特兰奇体验了一下 面前立马投射出了画面 原来他最重要的记忆 就是在一家高级餐厅与克里斯汀共进晚餐 那天 克里斯汀将一块手表送给了他 而这块手表正是斯特兰奇始终珍藏在身边 碎了也舍不得扔的那块 阿美利卡也体验了一下 他最重要的记忆是小时候因受到惊吓 第一次打开传送门 他和家人都被传送门吸了进去 从此他便与家人走散 开启了多元宇宙之旅 直到目前他已经穿越了73个宇宙 根据他的经验 大部分宇宙的食物都是免费的 说着便随手拿了一盒披萨球吃了起来 可惜 838号宇宙和逐宇宙616号一样 吃东西都是要付钱的 然而两人身上根本没有这个宇宙的交易货币 披萨摊主索要参废为果 就嘲笑起斯特兰奇的穿着 认定斯特兰奇是在进行极不专业的cosplay 觉得自己受到侮辱的斯特兰奇也是毫不客气 直接对披萨摊主施加了一个持续三周自我打脸的咒语 与本地人的出此接触虽并不愉快 但是斯特兰奇也借此得知了 另一个自己在这个平行宇宙的下落 很快两人便来到了838号宇宙的纽约圣殿 可他们没想到 圣殿门前居然立着一尊奇异博士的雕像 上面还刻着 奇异博士击败了灭霸并奉献了生命 显然在这个宇宙中最后牺牲的不是钢铁侠 而是奇异博士 但让两人感到好奇的是 如果奇异博士死了 那看管纽约圣殿的法师会是谁呢 这时法师莫杜从圣殿中走了出来 斯特兰奇瞬间眉头紧锁 因为在616号宇宙中 莫杜黑化成为了斯特兰奇的敌人 不过领斯特兰奇意外的是 莫杜笑脸相迎的招待了他们 这个宇宙的莫杜似乎是个不错的人 然而就在斯特兰奇这么想的时候 下一秒他就明白自己有多么天真了 两人喝的饮料早就被莫杜动了手脚 一阵头晕目眩后昏倒在地 等他们醒来时 已经被囚禁在一处高科技监狱中 斯特兰奇的斗篷被没收 还被戴上了特制手铐 导致他伸出兰花纸也无法使用魔法 看管他们的是一群奥创机器人 显然在这个宇宙中 奥创真的成为了守护世界的最强盾牌 除此之外 旁边还有几个人类科研人员 为首的竟然是斯特兰奇的新上人克里斯汀 原来这里的克里斯汀并不是护士 而是一名科研大佬 高科技监狱和特制手铐就是他发明的 而且616838这些不同宇宙的编号也是他起的 斯特兰奇听闻 非常好奇克里斯汀背后的组织 究竟是复仇者联盟还是神盾局 这时莫杜主动站了出来 说了一个斯特兰奇从未听过的组织 光照会 随后几个傲创机器人便将斯特兰奇 押到了光照会面前 原来光照会是由几名超级英雄组成的战队 其中的成员除了莫杜法师以外 还有身为一人族国王的黑服王 他一开口就会释放出威力强大的超声波 以及长发闭眼的卡特队长 也就是女版美队 没错 他就是美国队长一中史蒂斯·罗杰夫的女朋友 神盾局特工佩基·卡特 只不过在这个宇宙中 史蒂夫·罗杰斯因为种种原因 没能顺利注册超级血清 于是卡特便代替他成为了实验对象 最终实验成功变成了卡特队长 然后是惊奇队长 不过这位惊奇队长 并不是在复联寺中一级打船飞船的卡罗尔 而是卡罗尔的战友马利亚·兰博 再然后是神奇四侠的领袖神奇先生 他的身体有着超强的弹性 全身可以伸展到不可思议的长度 最后重磅亮相的同时也是光照慧最得高望重的人 他就是变种人学院的创始人X教授 比较可惜的是 之前传得沸沸扬扬的终极钢铁侠并没有出现在本篇中 光照慧众人打算对斯特兰奇进行审判 尽管斯特兰奇提醒他们 飞虎女巫才是真正的威胁 可他们却已知认为 飞虎女巫根本不足为题 他们最大的威胁就是奇异博士 这让斯特兰奇非常不解 随后X教授将真相告诉了他 原来838宇宙的奇异博士 并不是雕像上所写的那样伟大 反而因为沉迷黑暗神书而堕入黑暗 书中记载了一种名为梦游术的魔法 施法者可以将自己的灵魂附身到另一个宇宙的自己身上 并占用其身体 从而达到入侵另一个平行宇宙的目的 但这种魔法极其黑暗 属于亵渎现实 会对被入侵的宇宙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可奇异博士依然不计后果的施展梦游术 结果引发了多元宇宙的对撞事件 导致另一个宇宙被毁灭 后来838宇宙的灭霸出现了 为了对付灭霸 奇异博士帮助光照慧 找到了伟山帝之书 来弥补自己的过错 伟山帝之书与黑暗神书恰恰相反 他能够给予魔法师置敌所需的力量 于是灭霸还没及其无限宝石 就被光照慧联手秒杀了 可即便如此 也依然无法改变 奇异博士已经成为了这个宇宙中最大的威胁 于是他主动要求黑浮王用声波把自己化为尘埃 如今616号宇宙的奇异博士出现在这里 让光照慧再次担心起了对撞事件 这才决定对斯特兰奇进行审判 但光照慧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616号宇宙中 哈马太极已经彻底沦陷 老王被旺达又魔法困住 并且旺达已经察觉到阿美利卡就在838号宇宙 他随即施展梦游术 灵魂出窍之际 他的意识很快便附身到了838号宇宙的另一个自己身上 这个宇宙中 两个儿子并没有消失 旺达见此情景 立马将抓捕阿美利卡一事抛之脑后 重温起了与两个儿子在一起的天伦之乐 不过就在这时 哈马太极的一名高级法师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他不顾老王的劝阻 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摧毁了黑暗神书 强行将旺达的意识拉回了616号宇宙 旺达见黑暗神书坏为了一堆黑炭 当时就急了 立马用卡马太极其他幸存法师的生命要挟老王 告诉他恢复黑暗神书的方法 老王不忍弟子们受苦 只好告诉旺达 这本黑暗神书其实是一个复制品 里面的咒语全都是抄自万达格尔山上的一处祭坛 旺达一听 当即给老王送来了一枚玄戒 老王只好极不情愿地打开传送门 把旺达送到了万达格尔山 登上山顶的祭坛后 发现墙壁上果然刻着和黑暗神书一模一样的咒语 可就在这时 黑暗中突然窜出了四个守护魔兽 两人本以为守护魔兽会攻击他们 没想到四个魔兽竟然听话地朝着旺达跪拜 旺达看着身后的飞红女巫雕像 立马意识到 自己本来就是这里的主人 这个地方并不是祭坛 而是飞红女巫的王座 其实旺达如果真的野心爆棚 渴望去主宰一切 或许事情还不会变得这么糟糕 坏就坏在 他有主宰一切的能力 却只在乎自己的孩子 为此 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老王一番苦口苦心地劝导 试图让旺达不要为了自己的孩子 而牺牲掉阿美利卡的生命 可不耐烦的旺达 却直接将老王推向了山崖 随后再次施展梦游术 附身到了838宇宙的旺达身上 这次他没有犹豫 直奔关押阿美利卡的光明慧总部而去 守门的凹创机器人被他轻松解决 光明慧见敌人来袭 不得不暂停了对斯特兰奇的审讯 只留下末度看守他 其余人则出门迎战飞红女巫 临走前 拥有心灵感应的X要兽通过毒心 发现斯特兰奇并没有像这个宇宙的奇异博士一样 堕入黑暗 同时也在斯特兰奇的记忆中 看到了旺达有多么强大 于是他决定相信斯特兰奇一次 告诉末度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他们能做的唯有仰仗斯特兰奇 说完便随同众人前去迎战 然而末度并不相信斯特兰奇 死活就是不给他打开手铐 斯特兰奇见状故意言语刺激他 开启了嘲讽模式 被激怒的末度很快就露出了破绽 斯特兰奇借此机会 将自己的一只手铐靠在了末度手上 无法使用魔法的末度瞬间变成了麻瓜 斯特兰奇用诡计将他困住后逃离了子弟 另一边光照会的五名成员开始与旺达对阵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双方还没有正式交手 旺达就用篡改现实的能力 封住了黑肤王嘴 直接把他撇到脑壳爆炸 其他人更是死状凄散 神奇先生的身体被旺达撕碎 两位队长试图夹击旺达 其中卡特队长一度占据了上风 并说出了那经典的一句 我能耗上一整天 然而想跟旺达耗上一整天并不容易 卡特一时大意 被旺达拿他自己的盾牌切开身体 当场暴毙 旌旗队长虽实力强大 但也仅仅和旺达打了个两败俱伤 最后 旌旗队长被旺达有念力操纵的巨石像 砸到在下面生死不明 这时光照会仅剩站立的只有X教授 克里斯汀见识不妙 赶忙放出阿美利卡带他逃跑 X教授则发动异能 进入了旺达的精神世界 在这里 他见到了838号旺达的意识 赶忙伸出手 试图将他拉出废墟 以为可以用这种方式 驱赶纠战雀巢的飞红女巫 却没想到 飞红女巫很快就出现在了他身后 双手一挫 直接拧断了X教授的脖子 致命伤带来的巨大痛苦 传到了X教授自己的身体上 最终结束了他的生命 光照会万万没想到 他们五个人的站立在旺达面前 如同战武扎一般不堪一击 另一点 克里斯汀和阿美利卡在逃跑途中 刚好与斯特兰奇会合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到维山地之书 克里斯汀为了拯救自己的宇宙 只能选择相信斯特兰奇 给他解开了手铐 并将悬浮斗篷还给了他 地下室一扇铁门通向时空裂缝 维山地之书就存放在那里面 在克里斯汀的指点下 斯特兰奇得知 原来打开铁门的钥匙 就是自己随身携带的手表 也就是当年克里斯汀送他的礼物 铁门打开 三人进入时空裂缝 这里与影片开场的地方高度相似 但旺达很快也追了过来 斯特兰奇刚拿到维山地之书 还没来得及翻看 旺达就率先出手将圣书毁掉了 随后旺达捏着阿美利卡的脑袋 控制他打开了多元宇宙传送门 把斯特兰奇和克里斯汀 送到了一个即将毁灭的宇宙 这个宇宙正是因为对撞事件 导致开始不断瓦解 而旺达带着阿美利卡 回到了万达格尔山顶 斯特兰奇抱着一丝希望 在这个即将崩塌的宇宙 找到了纽约圣殿 没想到这里的奇异博士还活着 斯特兰奇本打算向这个时空的自己 请教维山地之书的事情 却发现对方信奉的不是维山地之书 而是黑暗神书 显然他已经堕入黑暗 我们就叫他黑暗奇异吧 斯特兰奇与黑暗奇异一番交谈后得知 原来黑暗奇异之所以堕入黑暗 都是为了爱情 他不仅使用梦游术去其他宇宙 寻找克里斯汀 还会杀掉那个宇宙中的自己 说吧 黑暗奇异突然睁开了第三只眼睛 并且和斯特兰奇展开了一番苦战 两个奇异博士以斗琴的方式比平战力 他们将音符实体化 变成子弹射向对方 大量音符从乐谱上剥离出来 于是 这场极为离谱的斗法 也变成了字面意义上的离谱 哪边的音乐气势更强 就代表哪一方在战斗中占据了上风 几个回合过后 双方不分伯仲 就在黑暗奇异要伸手使用黑暗神书时 斯特兰奇通过引入新乐器竖琴丰富了音色 造成了更强的暴击效果 将黑暗奇异轰出窗外摔死了 旺达这边 他已经把阿美利卡绑在了神坛 准备施展黑暗魔法吞噬他的超能力 拿到黑暗神书的斯特兰奇 决定将计就计 既然没有围山地之书 那么就只能用黑暗神书对付旺达了 很快 他通过黑暗神书上的黑魔法 窥探到此时被抓到616号宇宙的阿美利卡 正十分痛苦的被抽取超能力 为了前去拯救阿美利卡 斯特兰奇决定使用黑暗神书上的梦游术 但梦游术有一个很尴尬的缺点 那就是只能附身到另一个宇宙中的自己身上 而斯特兰奇被困在此处无法脱身 也就是说 616号宇宙 现在已经没有奇异博士能让他附身了 无奈之下 斯特兰奇打算使用比梦游术更黑暗的魔法 这个时候 之前被斯特兰奇埋葬在616宇宙的捍卫奇异 就派上了用场 斯特兰奇的灵魂将会穿越地狱 从而让自己附身在那个已经死去多时的捍卫奇异身上 可这样一来 斯特兰奇就会打开地狱之门 届时 亡灵一定会因为他的越界而设法攻击他 所以 一旁的克里斯汀必须保护好斯特兰奇的肉身 说吧 斯特兰奇自己周围点了一圈蜡烛 开启了施法 下一秒 616号宇宙 楼顶的简易坟堆里伸出一只苍白腐朽的人手 斯特兰奇成功完成附身 化身丧尸版奇异博士破土而出 他操控僵硬的身体 画出一个传送门 来到了万达格尔山 但正如他所料 被诅咒的亡灵们开始环绕在他身边 欲要将他的灵魂吞噬 亡灵们抓住了斯特兰奇的灵魂 并且顺势穿越多元宇宙 找到了他的肉身 蜡烛突然大量熄灭 斯特兰奇也摔倒在地不停抽搐 幸好 克里斯汀会使用纽约圣殿的法器 接二连三的干掉了来犯的亡灵 在他的呼唤下 斯特兰奇很快就恢复了意识 而且还因此领悟了一项新技能 那就是利用法术控制大量亡灵为己所用 纠缠间 所有亡灵被他攒到一起化作羽翼 斯特兰奇顺势飞向山顶 旺达健壮立马对他发起攻击 可他的巫术却被斯特兰奇身边的亡灵尽属吞噬 此时 幸存的老王再次返回山顶 斯特兰奇和老王联手对付旺达 经过一番苦战 勉强将他封印在一个能量球里 但是能量球维持不了太久 老王提醒斯特兰奇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吸取阿美利卡的超能力 不让旺达得逞 尽管这么做 阿美利卡会失去生命 斯特兰奇无奈地走到阿美利卡身边 然而 没等他开口 阿美利卡就主动要求牺牲自己 原来 经历了这一切的他 已经明白自己牺牲的意义 于是他决定献出自己的力量 这次 他没有像一开始那样 在生死关头惊慌失措 而是平静地接受自己的命运 不过 斯特兰奇并没有这么做 他鼓励阿美利卡要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一定能控制身体里的力量 终于 在斯特兰奇的鼓励下 阿美利卡重拾信心 此时 旺达已经打破了结界 再次把斯特兰奇和老王打得人仰马翻 阿美利卡则不及勇气 开持 尽情的释放超能力 对旺达重拳出击 可他毕竟修为不够 旺达不费摧毁之力 再次占了上风 眼看硬的不行 阿美利卡只能利用智慧 用多元宇宙传送门 把两个儿子带到旺达眼前 此时的旺达杀起正梦 他犹如恶魔一般出现在孩子面前 看着两个儿子对他心生畏惧 当妈的心都要碎了 旺达终于明白 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天大的错误 跪在地上不知所措 这时 另一个宇宙的旺达走上前 轻轻抚慰着他 并向他保证 自己一定会照顾好两个儿子 就这样旺达放弃了自己与儿子团聚的幻想 灾难终于结束了 已经能熟练控制超能力的阿美利卡 随后将斯特兰奇接回了616宇宙 而旺达则飞向王座 并施法将这里的一切全部摧毁 同时还毁掉了所有多元宇宙中的黑暗神术 从此以后 再也不会有人受到黑暗神术的诱惑了 不久之后 卡玛太极进行了重建 而阿美利卡则留在了卡玛太极努力修行 斯特兰奇也终于认可了身为至尊法师的老王 按照古老习俗给老王鞠了一躬 一天清晨 斯特兰奇给自己最心爱的手表 换上了全新的表蒙 可就当他高兴了出去溜弯时 由于他之前使用了黑暗神术的缘故 导致他现在被黑暗魔法反噬 生出了第三只眼睛 不过斯特兰奇很快就适应了 可就在这时 一个身着紫色战衣的大漂亮找上了他 看来多元宇宙又有新的危机了 镜头来到838宇宙 之前被斯特兰奇施加打脸咒的披萨谈主 终于停了下来 奇异博士2上映于2022年 世纪复联4以来 一部比较重要的阶段性大作 片尾出现的紫衣大漂亮 目前猜测应该和终极boss多麻魔有关 此外 本片由山姆雷米指导 可能很多观众对山姆雷米并不熟悉 但他曾指导过的蜘蛛侠三部曲 绝对是大多数观众的童年 而如今他也依旧发挥稳定 论外在 本片无疑是非常好看的 魔法向来是漫威电影中最炫酷的超能力之一 片中将魔法的神秘强大与奇幻诡诡 表现得淋漓尽致 将多元宇宙的奇妙风景展现在我们眼前 视觉奇观的轮番轰炸 也令人惊叹不已 尽管本片有着很多缺点 但再怎么也是漫威宇宙大IP的一部分 还是非常值得一看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